今天新闻多一点 要带您来看到亿万富豪贝佐斯 他旗下的蓝色起源 有一艘火箭12号发射不久就失败了 这是该公司向大众公开了服务以来 首次发生的重大事故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中 火箭发射一分钟之后 大概在高空9公里处就喷出了火焰 然后随后就把这个火箭给吞噬掉 索性在这个太空舱上并没有搭载任何的乘客 好那说到了空中的一些研发 我们就要来看看中国自主研制的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第二架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昆龙 日前在珠海完成了首次的飞行试验 总共会投产四架 预计第三架第四架会分别在今年的11月 还有明年初来进行首飞 好另外中国北京则是有一家公司举办中秋节活动 就是要包水饺 而且要越有创意越好 但是没想到这也太有创意了吧 因为有人在里面包了辣椒 包咖啡豆核桃 甚至还有员工把水龙头包进去 这看来已经不是在庆中秋 有点像是恶搞整人的活动 好那任天堂游戏机Gameboy 在过去陪伴很多人长大 结果在日本的四国 就有民众发现有一台超巨大的Gameboy游戏机 就站在路旁 但你仔细看 其实这上头是贴了一个邮局的标志 原来30年前任天堂透过它来进行宣传 那可能后来没用了 就把它改装变成邮桶 还蛮多人说现在还有疫情 那希望未来有机会到现场去朝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